今天这个小龙虾的做法是我最爱的一种口味 湖南做法 香辣口味虾 个人觉得要比13香的还要好吃 做口味虾选这种个头比较小的青蛾虾 这个是345规格的 今天的价格是10块钱一斤 买了这么多花费15块钱 口味虾一定要有紫苏叶 这个在我们小区里面到处都吃 回家的路上摘几片就可以了 口味虾的处理方法要先去掉虾壳 然后把两边的腮给去掉 尾巴还是一样的 中间的尾琪捏住 扭一下一转去掉虾线 再用剪刀给它开个背方便入味 这样就处理好了 最后冲洗干净 沥干水分 准备小料 大蒜和生姜切成腻 小米椒切圈 紫苏切碎 最后起锅的时候放 再准备干辣椒 青红花椒 香料准备八角桂皮香叶 这个是白蔻 山奈 沙仁 这些都是市场上很好买的 口味虾也是必须要炸的 还是昨天炸虾的油 油温200度 把油烧到冒烟 然后小龙家下锅 开大火来炸 炸个十几二十秒 也没有具体时间啊 油面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水分炸干了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样高温炸锅的虾 烧出来的肉质就是Q弹的 不存在会出现肉散的情况 另起锅 倒菜籽油和猪油 烧小龙虾 油不能少 我们先下入生姜给它炸香 再下入大蒜 然后下入葱段 干辣椒花椒泡下水再倒进去 下入准备好的香料 用中小火炒香 炒香了之后下入豆瓣酱和湖南辣妹子酱 我没有辣妹子酱放的是百年辣酱 味道都差不多 中小火把酱炒香炒出酱色 再下入小米椒 接着龙虾下锅 这个时候开大火把锅的温度升高 然后趁着高温离上高度的白酒 呛炒出香味 再加上生抽炒香 加上一瓶啤酒 不够的话补上一点清水 调味放上白糖和味精提鲜 盐千万不要放 再放上蚝油 加上一点陈醋提味 盖上盖 用中火焖上五分钟 解盖了之后开大火收汁 快出锅的时候撒上一把紫然粉 汤汁顺定这样就差不多了 最后把紫醋叶放进去 再翻炒几下就可以装盘了 这样做的口味下非常好吃 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做一次 不好吃你上我家来 我做给你吃 最后很多朋友说抽了虾线肉就散了 大家可以来看看我这个抽了虾线的肉质怎么样 这个是加速没有剪辑的过程 我把虾肉拨给大家看一看 反正拨到最后是没有一个散的 但为什么你抽了虾线肉就散了 原因是青虾没有炸 直接烧肉肯定会散 抽不抽虾线它都会散 硬壳红虾直接烧是没有关系的 或者炸的时候油温不够 一次炸的虾太多虾没有炸透也会散 炸的时间过长 炸完后没有立即散热 它的虾肉也会散 总之抽虾线肉散 就是商家节约成本的一个说辞 然后很多朋友在家抽的虾线 又不会处理 烧出来肉就是散的 也就认可的这种说法 导致现在大部分朋友都是这么认为的 还有虾线和虾包是最脏的 我们吃虾的时候一定要去掉 expansion 都有烧出来薄 шт�的 脂肉 直到白沙 冬bers